不少人都有宗教信仰 不过如果你的家人信奉了神秘宗教 又真是多令人担心 Ricky的妈妈两年前开始成为信徒 他就开始跟我们说了 就是要度一些亲戚 度家人就去那个地方的佛堂 我们前后也有五个妈妈 现在上了这个佛堂这么久 他是什么教的 他说我们不讲什么教的 我们不讲这些 虽然连个名字都不能说 但是据说神像有很多 那个佛堂 原来有很多不同的神像 他会跟我们形容 有来的佛 有上天老母 接着又有那些 帝公 还有那些不知什么的神像 家人都因为只是担心他 去那里开始觉得 为什么好像很沉迷 以前可能是一个星期去一次 所谓的佛堂 最近可能是一个星期去三日四日 好像不想他都不行 好像生痕 那样的 古罗拿重影之下 可能是神章 那些物件才要被人开光 但是我听过我妈妈很装售说 原来人都可以开光 开光就是说他会用不到 神秘宗教的传道方式都与别不同 好处就是传销的 但是我会用不到 他可能会被人开光 开光给公众 除了他问楼下的保安 原来要透过有全民的情况之后 要有一个很开光的人 放上去才行 他妈妈越沉迷 捐献也越来越多 每个月的催促都会叫他们给曾礼仕 很少股继 可能是在一个星期里给一、两文 这么多元以来 应该都大概10、10万 我们几经辛苦透过中间人介绍带我们上去 希望揭开这个神秘宗教的面纱 佛堂位于荃湾的工业大厦里面 照排是一间实业公司 走进去跟一般的写字楼差不多 信徒带我们进其中一间房 中间放了一尊孔子像 周围摆满了画像和经文 他要求我们先向孔子像鞠躬 我们叫孔子座 我们通常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这里 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地方 拜完孔子之后 他带了我们去一个食斋菜的地方 这里有万多尺 这里开了多久 这里有三十年 通常我们是接待未开纲的朋友 我们是拜明明上帝 所有软袖的一个主宰者 我们在道场里叫老母 这个母是一个直身 然后有一个圈子 那位信徒才跟我们解释 什么是开纲 开纲其实就是我们要吃一天债 是上天规定的 还有要付公德费 公德费也是上天先罚规定的 开纲就是开天堂的户口 你要把多少钱放进去 也在你的意愿 但这只是一生人一词 就是有份表文 请募告给上天 上天拿着这份表文 便会帮你分析 你的公德费是多少钱 即使我们提到公德文学 在寺廟拜币 我们只会说 我們去求個心安 絕對不會讓你求到天堂的門 所謂的開崗 我們每個人身上有靈光 只不過我們忘記了 這個佛堂和天堂是轉接的地方 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墮災鼻賴 改變靈魂,找到天堂的門 聽起來相當厲害 據說開崗的過程一樣很神秘 我們多次追問什麼是山寶 他也不肯透露 嘗試上網搜尋 怪不得不肯說 原來洩漏了,會五雷光頂 因為這些神秘感 又令你好像猜不透,摸不通 神神秘秘的時候 人又會多了一份好奇心 多了一份嚮往 往往就會靠我們自己的一些幻想 去腦補了一些很多不同的東西 他又不用告訴你 你就已經自己中不中地靠過去了 之後他還說 信者過了身之後可以直達天堂 身體會有神奇變化 如果你是打開崗的話 你那天也會到 你到的時候 你不是牙塘馬門截人 是誰呢 是仙佛菩薩來截人 所以你走後 又會很開心、很舒服 你就會覺得… 所以我的身體就不會硬 就是那個屍體 剛才從雪櫃拿出來 也會是一樣的 不過不是人人都可以相信的 如果是實生項目 我們不會投入 譬如你開射電 還有身體有殘缺 譬如沒有了手、腳 身體有殘缺 即是說他已經不是一個正常人 因為這個我們負擔不起 通常這些特殊組織 他們都可能會用一些心理的暗示 例如會覺得 是你特別的 只有你, 或是有些有緣人 透過某些關係等等 才可以入會 之後他就像傳銷一樣 又會繼續去一步一步哄你 這裡又可能會多一點 那裡你付出一點 又可能得到什麼 信徒會互相稱呼對方是道親 我們不能有困難 我們可以用雙幫忙 這就是道親 所以其實你開了綱後 你就知道是否這個道親 道親比自己的親人還不親 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歡回禮堂 其實我們現在人相處 真的很疏離 Ricky媽媽就是典型的例子 上了這個佛堂後 媽媽的關係跟我們開始疏離 只要我們說這個地方不好 其實他就會罵我們 他說這個地方有什麼不好 他現在基本的分析 其實他已經沒有了 因為被人長期洗腦 一邊的所有朋友聽到他 都跟他說 這個地方騙人的 他說不要會 我普通都會說 但我都不聽 這些組織會嘗試去取代 你一些現在本身有的人際關係 包括會覺得 令你覺得跟家人的關係 越來越疏遠 令你跟普通平時自己有的朋友 越來越不合謊 反而他會覺得 令你這個組織裡面的成員 才能夠為大家很親密 很好談的 令到跟你的家人多了很多爭拗 跟著他就趁著這些爭拗 產生一些情緒上的裂縫 卻更容易深入 佛堂以實業公司包裝 樓下連水牌都沒有 不過保安亦留意到 經常有人出入 大陸不可以控制疫情 都包括少了人 以前的商人 看到多數知道是人 是私人 網上搜尋實業公司的背景資料 發現有一間名稱相同 有商業登記 位置顯示同一區 不過是不同大廈 似乎不是同一間 之後也找不到 跟這個組織相符的註冊資料 網上找到疑似曾經是信徒的網友分享 他們全教是曾壓式推銷 專門找親戚朋友下手 如果不入教 他會在背後唱你 不入教就不可以上天堂 還用人情壓力威逼 他們當然要發毒誓 不見得光 怕報警抓他 我希望媽媽真的會醒一醒 因為其實我們身邊的人 大家都會出於關心他 其實先報這些事 就跟他說 分析一下這個宗教是怎樣 透過《東雙新浪》 這個節目就可以告訴其他人 可能我媽媽是其中一個受害者 事主 我希望其他人看到這個節目 都會想一想